Hello大家好,我是奶奶,我现在在中国和尼本尔的边境 这里是一个景区叫做吉布峡谷 我身后就是万丈深渊,特别深这个峡谷 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村子,也是叫做吉布村 一会儿我们就一起去逛一下,走 哇,哎呀我的天哪 这个峡谷太深了,腿直接发抖了 你看这个桥 哇,真的是好吓人的,我必须扶着这个,腿都在发抖 对面呢有一个吊桥,摄影师肯定是疯了 让我去走那个吊桥,200多米高,我的天哪 原来那个吊桥真的是可以走的,我在这里腿都发抖 我真的怂,我不敢走,好吓人啊 但是呢我准备走过去看一下啊 来,现在呢我们到了这个吊桥的边上 这样看起来呢还不吓人,因为这下面有土 但是我估计走到那中间肯定很恐怖 反正我不走,摄影师要走,自己走 怎么办? 我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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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批 或者,或者是我走 过来 我不 我还怕 慢慢走嘛,慢慢走,来 尝试一下啊 这不吓人啊,你看吧,这不吓人,这下面有土 你就觉得不吓人,你看下面 这是铁皮板啊,啥也没有 还在走,还在晃呢 哎呀,你一会走到中间你就知道了 我睡着走到这中间啊,如果我害怕我就回去,我害怕 一般的墙我是没问题的,这真的是太吓人了 可能是心理阴影吧,我去看一下 啊,我还怕,我再给墨镜啊 还没有,不吓人啊 你要走又走 啊,我害怕,我不想去 我不想走了,我要回去了 没事 我没事啊,我害怕 第一次走 啊,我第一次走,有点害怕 啊,哈哈 哎,如果说 如果说直接看前方也不吓人啊 屁的不吓人,吓人 不吓人 啊,不,不,不,我还回去了 啊 哇,真的好恐怖啊 我害怕,我不去了,我要怂了,我要回去了 少女士,你自己走,拍一下峡谷给大家看一下啊 谢谢 至少 你知道吗,这个小哥给我说到 他们最开始是走钢丝 钢丝用这个划出去 他说他没走过他听老人说过 拿个绳子从钢丝这划过去是吧 然后后来才修了这个吊桥 今年才修到这个桥 哎呀我的 准备已经三年了 开始修已经三年了 所以今年才通的 修了三年这个桥才通的 要是没有这个桥的话我肯定不敢走 牦牛还有什么东西都要带 哦 牦牛也是从这个钢丝这样弄个绳子掉进去 哎呀我的天呐 那根粗的还是这根细的 这根就这根 就这里面 地面前这个 能承受住吗 但这钢丝感觉很细啊 它能承受吗 能承受啊 那钢丝嘛 哎呀我们去那个村子里逛逛啊 哎呀我就在这儿我的腿都要发软 我可能真的是怂啊 我害怕 走吧文青 谢谢啊我们去那边逛逛 你们也住在里面啊 对 吉布 吉布 哦 吉布 哦 吉布 哦 知道了 知道了 谢谢啊 吉布村 哦 吉布村 跟这个是一样的 吉布峡谷啊 对 吉布峡谷 拜拜 拜拜 哎 拜拜 哎 他们人挺好的 我们现在进来这个村子了 你看 他们的房子修的怎么样 挺漂亮吧 你看那边啊 我突然有一种小卫士的感觉 上面有一座雪山 背后有阳光 那阳光呢 正好就洒下来了 知道光树洒下来了 就把这个村庄这里笼罩起来 感觉好美好啊 可能呢 视频里面看的不清楚 但是我肉眼看上去真的是很美的 你们看这栋房子 好漂亮啊 应该是最佳观景点吧 可能还没有人住 还在修啊 我们下去看一下 哦 这里有人住啊 你看 这围了一个小院子 他们养的牦牛 小牦牛 这栋房子呢修的比较正气啊 应该是他们的社区吧 不过呢 现在里面没有人 应该是还没有投入使用吧 你好 这是要卖的吗 卖啊 哦卖啊 我看一下 这卖的什么呀 这个包还挺好看的嘛 你看 这个包 但是 不太好拿啊 不太好拧 这是辣椒面 辣椒 这什么 灵芝啊 这怎么卖 600 600啊 哦 谢谢啊 您好 哎 你穿的衣服好好看啊 是小警察 小警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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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你们这里的房子都做得很漂亮嘛 我就来观观一下 不是 我们不是这里 不是这里啊 你们是阿里普兰的 阿里 普兰县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昨晚我们自己包个车旅游过来 哦 旅游过来 哦 旅游过来 哦 还没有这个 还没有时间 就是普兰现在天气冷 天气冷啊 天气冷啊 哦 天气冷啊 哦 那边也是有个口岸是吗 就是 尼泊尔 就是就是 但现在没有尼泊尔人呢 没有 现在 今天不让嘛 哦 今天就是关闭了 哦 今天就是关闭了 哦 今天就是关闭了 对 你们多出来旅游吧 这挺好的 我也觉得 就是 他们的房子修得多漂亮啊 对 他们的房子修得漂亮 普兰这么一下学大得很 哦 原来这么就是这么大的学 现在学少了 也差不多这个样子的学 哦 这里不能 这里还挺往后 这一点都不能啊 海拔也低 诶 普兰现在海拔高是吧 四千八 哦 四千八十 哦 四千八十 哦 四千八十 好了 我们逛逛啊 谢谢啊 大叔 再见 好 再见 我觉得啊 每次出来啊 遇到这种很有好的人啊 这种大叔啊 还有阿姨啊什么的 就特别开心啊 他们跟你们聊天讲故事什么的 大叔在编这个 大叔在编这个 这种一个卖多少钱啊 十十四块 您编好这个需要多长时间 对啊 嗯 因为好好的工作有的 十八个 哦 好厉害啊 一天好好工作可以编四到八个 哦 谢谢您啊 我们现在越往下走呢 海拔就越低 我看到门口那个告示上说 最低的海拔 这个沟里才一千八百多 这里有好多这种竹编的工艺啊 我想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 旅游和这个手工艺品 还有一些农作物啊 野生药材之类的 那是两百 这个要两百啊 嗯 哦 这个是装饰品还是可以当包用啊 嗯 这是装饰品啊 这是竹子的 嗯 竹子的 嗯 竹子的 我知道 雪莲花 雪莲花油 凌椎油 什么的油 哦 红枣油 这是多少钱 那个一朵五块 就是我妈之前买了好多 一朵啊 这种花 雪莲花 一朵五块 这个村子真的是太美好了 像世外桃源一样 那边在烧火 我们去看一下啊 哦 这是在烧水还是烧火 哦 这边是在生火 怪不得村子里这么多木材 做饭什么的应该都是这样啊 哦 清磕呀 清磕酒 清磕酒 你们有清磕酒卖吗 嗯 他们有清磕酒 我们买一点啊 嗯 嗯 来 您看呀 阿姨说这个是做森巴和清磕酒的 我还以为是我们吃的米呢 结果没有瓶子啊 我们就没有买到 我去看看有没有好的雪莲花呀 给我妈买点回去 您好 哎 这是雪莲花吗 对 多少钱呀 这是贵的 一袋 一袋 三千开玩笑的 哈哈哈 多少钱一袋呀 不知道 我们也是过来买的 哦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 一袋一百块钱 然后我就给你了 那个老板不在是吧 他在那 哦 他马上要过来啊 他们这应该还有清磕酒卖吧 有 哦 问一下老板多少钱 看我们买点回去 我买一袋啊 我买一袋啊 雪莲花买一袋回去 主要是送给我妈的 我妈就很喜欢了 四十块一袋 一袋十朵 这个雪莲花呢 是他们这里的特产啊 野生的 好 谢谢啊 拜拜 我们找了一家茶馆 准备在这儿坐着喝茶 哎 这个生活真美好 谢谢啊 这是甜茶是吧 对对 甜茶 哦 好的好的 尝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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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哎呀 就是酥油茶 甜茶是甜的嘛 这个是咸的啊 行吗 嗯 我有一点点喝不过 那没事 没事没事 可以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关注我 我是奶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